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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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整個收看 穩超勝卷節目 那今天的大盤 依然是作為多方的一個修正 那之前的所謂的跳空的缺口 在今天正式看到一個封閉 這兩天這個大盤 相繼總共加起來 拉回了接近80點 但是這個地方 是要讓各位拉回找買點 而不是說這個大盤開始走空了 這兩天的一個所謂的下跌 都是屬於下跌量縮 下跌量縮代表這個所謂的大盤 類股方面在做出一個轉換 包含我們看到的外資 包含投信方面 也正在開始做出一個換股操作 那這個大盤目前為止的話 你要記得兩天的拉回是屬於量縮 這個量縮的格局沒有改變 那這禮拜操作 麻煩各位留意到貴買指數 因為貴買指數目前為止 小金股的部分 投信還是站在所謂的買方 那包含生計的族群 目前為止金金漲的格局 還沒有結束 所以說這個禮拜的操作 麻煩各位留意到 所謂的生計的族群 跟貴買的一個族群 那今天的一個盤式的話 跟昨天的盤式完全一樣 它是屬於開盤八法裡面的兩點低盤 兩點低盤的話 9點5分 9點10分 一盤比一盤低 第三盤做出一個拉抬 所以說兩點低盤的話 我們判斷為什麼 為什麼中長黑 那兩天下跌了 這個大盤只有80點 那你從我們的形態來看的話 老師在節目裡面 來這個地方 它是屬於一個往下的一個架差 所以說這個盤中 有所謂的拉抬 你都應該先行做出一個 獲利了結的動作 短線上面目前為止 差兩點跌破 中線的部分的話會尋求支撐 這個就是顏老師獨創的均線三角 如果說在上升軌道出漲的時候 你要看到這個站上所謂的短線 就是屬於一個多方表態 如果短線穿過中線 波段開始 那跌破所謂的短線 那就要到所謂中線 來尋求所謂的支撐 我相信我們這張圖卡也秀很久了 成功的模式可以複製 也就是說在整理型態的時候 開始表態的整理結束以後 你有機會做出個進場佈局 這個佈局成功以後 你可以看到之前的同志 當時候的股價大概只有在100塊錢上下 那近期而言的話 你看 今天有沒有再度的拉到漲停板 我們看一下 今天一樣 股價已經來到250塊了 從當時候顏老師跟你講的 在119塊錢附近 這個波段的行情 大波段的操作 真的可以幫各位帶來財富 那F立峰也是一樣 當時候老師跟你講 這個機會非常難得 當時候股價只有多少 161塊 161塊 那你看到今天的立峰 來 股價最高級來到多少 來看一下 295塊 295塊錢跟160塊錢來比的話 我相信 你在低檔買的 你能夠做到一個波段操作的 你看得懂 顏老師之前布局的一個苦心 我相信你都應該 能夠賺到所謂的波段財 那可誠也是一樣 大漲之後 你不要去做追價的動作 老師在節目裡面一直提醒你 不要去做出追價 就是因為漲多了以後 一定會拉回 多方格局走完一定會走空 所以說這張股票目前為止 它是屬於空方的一個形態 你就應該要避開 那顏老師的會員一定有 顏老師目前為止手中的這份資料 它叫做聖券日報 頂尖的人 他會去看顏老師的聖券日報 所以說稱為頂尖聖券日報 那顏老師對於大盤的看法 沒有改變 對於這檔股票 老師請你要留意 那第三方支付 明天還會被持續大漲 都請你拭目以待 那這檔股票叫觸控的 那老師之前在 10月26號 為你分析的 這檔升級類股 今天有沒有創波段新高 有了 那這檔股票如果說 在明天後天的走勢裡面 如果拉到10%以上的漲停板 那我們就會在節目裡面 公開的來跟各位驗證 這個重點股一定是 我們會員手中有的股票 那包含這檔股票 我們都會做出一個 產業的一個分析 但是昨天 你拿到顏老師的頂尖聖券日報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我們手中的股票 這檔股票叫營收成長股 那今天有沒有創波段新高 我相信有 那老師願意拿這檔股票 來跟你驗證 我相信你們手中 都有這份頂尖聖券日報 你們收完盤以後 一定要去拿 一次兩份 顏老師會員所專屬的 那這檔股票 到底是哪一檔股票 我相信今天的大漲 先看到這邊 代號6456的FGIS 那我們一樣把這份頂尖聖券日報 我們會員專屬的 我們打開來 跟我們的會員來做出驗證 來 沒有錯嗎 FGIS 代號6456 我相信每一個人手中 應該都有 那這檔股票 包含所有的基本面消息 包含未來的展望 我相信我都在 我們這份聖券日報裡面 詳詳細細的 來幫我們的會員 來做到一個詳解 那今天 看到一個所謂差異檔掌停板 那你要留意囉 真的真的你要留意囉 那一檔股票 不是說你看到利多消息 就一定會漲 昨天沒有漲 很多人打電話進來問 老師啊 利多為什麼不漲 那今天看到的大漲 你心裡面作何感想 利多常常不漲嘛 那利空常常不跌嘛 那利多大漲嗎 還是利空一定會跌 你就驗證到了 找盤你都還有佈局的機會 找盤你都還有佈局的機會 今天是屬於帶量上工的 所以說一個專業的分析師啊 比起你看那些報紙 報章雜誌啊 來操作股票 老師認為 這個真正有誠信的分析師啊 他都會事先講啦 不會跟各位馬後炮 你看這一份頂尖聖堅日報 我每天都要寫 我每天都要花三個小時來寫 白檔股票的內容也好 產業的分析 絕對寫得比雜誌 報章雜誌 還更具有可看性啊 昨天跟你講外資分析啊 摩根史坦利證券 他的看法 跟老師的看法 到底一樣不一樣啊 我相信你從這檔股票 今天的一個大漲 得到一個驗證啊 再度的跟你驗證一下 不要看報紙在操作股票 嚴老師都會事先講 這是六月份的營收 這是八月份的營收 包含九月份的營收 一直到你今天 你看到老師的節目 老師跟你講了 那股票到底有沒有做 這個才是重點所在 這個才是問題所在 如果一個老師跟你講啊 這張股票 我大賺 有沒有證據 來 看到這張重要的圖卡 我們有沒有做 我相信這個叫會員等級 這個簡訊內容 一定有這檔股票的身份證 它是屬於一個特別會員 001的這檔股票 代表FGIS 我們今天有發簡訊 給我們的投資朋友們 那從底部開始算的話 已經接近三根漲停板了 三根漲停板的話 就接近30%了 那這檔股票你要留意到 創波段新高 它成為平蓋成長指標股 這個跟一般的蘋果概念股是不同的 它是蘋果概念股裡面成長的指標 也就是說它拿的訂單幾乎是最多的 那你今天可能看到外資 它開始買了 投信也可能做出個大買的動作 那你如果是大戶 你要不要事先卡位 你是大戶 你要不要事先卡位 要不要在危機的時候 跟著我們的腳步 我們一起來佈局 還是說你等到股價要大漲的時候 有人跟你講這檔股票趕快去買 你認為哪一種方式 你能夠賺到錢 我相信應該是這種的 危機來路是 跟著專業的老師 我們一起來佈局 這個佈局的工作非常重要 看得懂趨勢 我們逢低一次一次的低階 建高檔獲利了結 趨勢翻轉向下 我們會找到一個關鍵性的買點 這個叫做低檔的拇指線 你要站在買方 這個地方真的敢買的 老實認為你都是贏家 當時候股價103塊錢 今天的股價136塊錢 一張差3萬 一張差3萬 10張就差多少 差30萬 如果你買50張的話 我相信這個財富 又要重新再分配囉 好 驗證 我相信我絕對很誠信 來告訴我全國的會員 你按照簡訊來操作 每一集會員都有操作到 第三次 那第四次的操作 老師有沒有說 130塊錢 有機會突破 有嗎 那現在老師跟你講 他要挑戰喔 他開始挑戰160了 顏老師現在沒有跟你講130 130已經突破了 130叫錢高叫突破 160叫做歷史新高 他要去做出個挑戰 好 那這張股票 你可以持續的 好 在節目裡面跟顏老師 來做出個驗證 那2233的羽龍 來 今天 繼三根漲停板之後 來今天再創破斷新高 來這張股票 我相信創新高的股票 你應該每一個人都賺錢吧 應該沒有一個人會賠錢嘛 但是你有沒有事先布局 這個才是所謂的重點 這個才是所謂的重點 這個大盤 從昨天開始到今天 兩天修正了80點 那這個大盤開始做出類股輪動 那後面會長的族群 後面會長的股票 我相信專業的顏老師 有責任有義務 幫各位準備 一份所謂的投資組合 這個投資組合 是針對我們新進的會員 我們新進的會員最可愛 你可能在別家操作都是輸錢的 你可能想要做到個反敗為勝 你有沒有機會 好 今天絕對有機會 你要好好把握 最後一次上車的一個機會 兩天的一個拉回 明天這個大盤要看到成交量 成交量如果持續萎縮 這個大盤還是會修正 趕快找買點 趕快找進會飆的股票 明天早上一大早 我們就會做出手的動作 那新會員的話一樣 我們秉持的投資組合 每一次的投資組合只有三檔股票 岩老師會親自通知 麻煩各位養成一個賺大錢的習慣 這個資料準備好了 他叫做不是猛龍不過江 今天有一檔股票已經開始噴出了 有一檔股票開始要噴出了 明天有機會噴到第二檔股票 你還有上車的機會 你絕對絕對有上車的機會 好好的把握第四季的一個標股 辦好手續以後 資料先拿 等到要買進的時候 岩老師會電話通知 我們拿到資料 我們事後來驗證 趕快把手續辦好 趕快撥打電話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一把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氣聽五分珠 五分珠 五豪 运达头部 颜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贷款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态势累积绩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对您的股质股呈现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达头部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破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古传低基金是零胆固成的 营养健康好吸收 而且很好喝哦 没关古传 都无新婚景呢 还通过这么多项品质认证 是古传低基金 让我们都健康 华佗福元堂各大产品 全面优惠促效中 来电洽询资讯专线 0800-001-860-0800-220-369 欢迎回来节目市场 据收音乐老师问你主持人 文昭胜券 大盘从所谓的7203点 上涨到这波的所谓的高点 短线上面已经上涨了 1500多点 两天的一个拉回 大概还不到80点 如果说这个大盘 持续的拉回 严老师会秉持的拉回 找买一点 这个方向绝对不会改变 那请各位新进会员的话 持股三档以内 严老师跟各位讲的 顶尖胜券日报 只要你是老师的会员 我相信每天的盘后 一定有一次两分的资料 那你第一个重点 你先看到我们均线三角 跟开盘八法 这个里面会把多空的一个方向 解得非常清楚 那严老师对于大盘的一个看法 就是本周大盘的一个看法 包含类股方面 你要注意到哪一些的股票 我相信我们日报里面 都有详细说明 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只有介绍一档股票了 代号 这个6456的FGIS 营收成长股 我们不会去讲 手中没有的股票 出货单价高 成本更具计真力 那目前为止就是独家供应 那也创下一个第三季 单季来的新高 那外资的分析 我相信也严老师 在这个地方都帮各位 昨天还特别提醒你嘛 出货是属于高峰期的 那这档股票 有没有跟你验证成功 来 特别会员的 这个一定有股票的一个代号 这个严老师发简讯的时候 一定把会员等级 包含这档股票的身份证 老师会持续的 跟你验证这档股票 后面你要注意到外资 外资是所谓的庄家 在这档股票里面 持股最多 投信的话 目前为止今天大满 那大户有没有买 大户就是说你啦 你有没有买啊 有没有买 我们拭目以待 那这档股票 二二三三与龙 来 不是今天头一天跟你讲的 绝对不是啦 来 三根停板以后再创波段新高 昨天老师跟你说什么 已经创波段新高了 你没有买的话 你看到这边 叫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已经知道了 千金难买早知道 来今天 持续大涨 所以这股票要事先布局啦 事先布局才能够赚到钱嘛 你没有布局 你没有跟上阎老师的脚步 在整理结束以后 你就去做这个买进的动作 你没有买后面大涨 后面大涨 持续的涨 不停的涨 你要赚大条的 你绝对不是赚零用金哦 挑战前高 有没有过 有没有过 再创波段新高 我相信你每天在看节目 你都在验证 三根停板 够了吗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来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长线布局你要看周线跟月线 它是属于一个波段的行情 提供给各位来做出个参考 小型股的部分一样 来3374的精彩也是一样 一样啦 神秘标股送给你 第一步开始布局 这个叫波段股哦 老师现在跟你讲波段哦 两个月三个月的操作 有机会哦 你会大赚哦 涨完了吗 涨完了吗 你不要再等验证哦 你验证可能赚不到钱哦 它叫富爸爸效益哦 有拉回赶快找买点哦 三根涨停板哦 老师常常问你嘛 一档股票你真的可以赚一倍的 你就不要赚50% 你可以赚一倍的 你就要大赚 提供给各位来做出个参考 那新进会员的话 老师还是有几句话 要跟我的新进会员讲 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 有时候你动作真的要快 有时候你反而要放 放慢你的脚步 好 一切走得快走得慢 这个就是属于大盘的一个节奏 趋势方向没有看错 主流肋骨也要抓对 在台股的这条理财道路上面哦 有时候你操作起来非常的顺遂 每天你去做你就赚钱了 有时候趋势不对 你就要反向来思考 可能啦这个趋势啊 放空短空的话 可能会赚得比较快 所以说在台股的操作 它绝对是多空双向的 好多空双向的 那这边有几句话 要跟我们的新进的投资朋友们 来做出一个分享 勉励一下 我们文操胜券 我们希望每一个会员 他在会期以内的持股 都在三档以内 资金的部分的话 严老师帮各位有效的运用 那不管盘式如何变化 多方或空方 我们都会顺着趋势来操作 严老师秉持了爱心 耐心 诚心 来帮助投资人 来做到一个反败为胜 你相信严老师相信专业的 老师一定会帮各位 严控所谓的风险 帮各位做到一个稳健操牌 先行做风险控管 再行做稳健操作 获利入弹 那投资理财 开大门 走大路 老师不会叫你去投机 也不会叫你去取巧 那操作上面才能 常常诱绝一绝 好 进行大赚小赔 理性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做的 讲的简单 做起来非常困难 那投资人你的资金 老师这边一定要强调 一定是一笔 所谓的闲置的资金 你要利用会期以内 严老师会帮助各位 来做到一个低阶高卖 低阶高卖 波段驾扎 都可以获利入弹 但是老师没有每天出手 我是看准了以后 才会出手了 那如果说你是老师会员的话 开盘八法讲义教材 大概一百多页 这本书记得来索取 每天盘后的话 都有顶尖胜券日报 一次两份 不定期三个月 大概三个月一次 又所谓的技术班的一个教学 这是为会员的权益 让各位投资懂得多 学得也更多 那你把心理先准备好了 你认同严老师的 你再展开你的行动 但是严老师非常欢迎 你如果不是第一次来参加投顾的 老师非常欢迎你 可能你之前参加过 很多的老师 希望你来验证一下 严老师超盘的功力 欢迎各位 好 踊跃的来验证 那老师之前跟各位讲到了 所谓的太阳能股票 老师有没有满 我们不会带会员去追 老师如果去追的话 还没有隔掉 也赚不到钱 一定是低阶 一定是做到个低阶 涨停板那又怎么样 创新高 我们就先行做出个获利了结 手中有没有套到的股票 也没有 低阶的一个证据 老师一定会帮你保留 小型股的部分买了之后 尾桥买了之后直接拉掌贴 逢高先行获利了结 这个叫低阶的一个买点 这个叫创新高 低买高卖 我相信老师都做到了 那还有人打电话进来 问到严老师 老师这张国外你出了没 我们全数出清获利了结了 这个叫低阶的买点 这个也叫低阶的买点 这是操作的一个证据 来讲 落袋为安 落袋再为安 落袋还可以为安 操作结束了 大波段的操作 犀利 现在还在创新高嘛 老师都拿证据给你看了啦 好我们不像其他的分析师 不会拿证据给你看 好我们操作结束就结束了 好老师一定拿证据给你看 新进会员参加的 可能在简讯里面有出现9月份的 9月份的来 这是10月份的来 10月份的好一个操作 好我相信老师是经得起 各位打电话进来验证 那新会员的部分的话 你不要烦恼 这个大盘到底会不会涨 因为趋势不会改变 你反而要利用拉回的时候 跟上颜老师的脚步 老师认为你的资金500万以上的话 你另外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讲 500万以下的话 老师只会帮你做三等分 这三档股票我们不随便出手 但是老师会跟你事先预告 我们后面要进场新进会员的话 就这三档股票 今天有一档已经发动了 那剩下两档后面这两档 也很快就会做出个发动了 我希望这个股票是属于低档布局的 让每一个人都买得到 低档区你爱买多少 你就买多少 基本面好技术面来低档 在所谓的第四季业绩 有机会成长到明年第一季 这种股票的话 包含电子股里面的苹果概念股 今天开始启动了嘛 智慧财产权权的 包含电子成长股 这两档股票都有机会直接发动 那第四季的标股 我们称为不是猛龙不过疆 它是猛龙就一定会过疆 欢迎各位 跟老师来做出一个验证的动作 那我们新进的会员 投资组合三档 这三档股票 阎老师会亲自通知 那也麻烦各位 养成一个赚大钱的习惯 这个赚大钱的习惯怎么养成 在底部就要去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目前为止 这三支猛龙即将要发动了 赶快把手续办好 把资料先拿到 拿到好资料以后 要发动的时候 严老师会亲自的播电话通知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启听 请用启听五分珠 五分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